好 下午4点钟 欢迎收看华视整点新闻 我是宜静 在刚刚下午2点钟及3点钟 至少发生了8起有感地震 好 那么目前气象鼠地震侧报中心 正在做出说明 带你来关心 好 来看到桃园机场第二行下的地下室 今天早上9点传出火警 事发地点就在行李作业区 目警的民众说现场浓烟密布还有烧焦位 而根据了解是因为转盘的输送带 设备异常 滚轮摩擦深热引燃了防护网产生火花 工作人员有在当下马上用灭火器自行灭火了 没有人员伤亡 也没有影响行李托运和航班的起降 好 天气资讯要带您关心台风的最新动态 紧接着谈美而来的康瑞台风 根据欧洲模式的模拟结果显示 康瑞可能会直接的铺台 而各国的路径也都有显示说有明显稀修的情形 预估对台湾的影响可能会再增强 气象鼠说预计明天就会逐渐的来北转 但是北转的角度和时间还是存在变数 好 再来看到了这画面真的哭笑不得 高雄昨天晚间降下滂沱大雨 让参加露天婚宴的宾客猝不及防 差点凌晨了落汤机 当下不仅拿起雨伞要撑 甚至用大型的塑胶的来挡雨 画面曝光了 有民众认为 这经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遇到 我们实际找到主办婚宴的新娘 她说参加的宾客都是熟识的朋友 当下有请大家往内移动 但是大家热情不减 越玩越开心 好 接下来这个画面恐怕粉丝要心碎了 洛杉矶斗琪今天赢得世界大赛的第二胜 但正宗日极球星大股翔平 却因为窦磊撞伤了左肩膀 最后被搀扶下场 目前他的伤势程度还不清楚 但如果接下来不能够出赛 对于到齐的战力绝对是严重的打击 而转播画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听到大股和防护员的对话 大股说可能是肩膀脱臼 我们把镜头转到加拿大 在多伦多市区发生一起致命的车祸 原谅特斯拉失控撞上护栏之后 瞬间爆炸起火 导致车上的四人全部死亡 只有一名女子幸运的逃过一劫 警方说车祸原因可能是在高速行驶状态下 才导致起火 多伦多的消防局指出特斯拉的电池 恐怕也助长了这次灾难性的火灾 因为它需要大量的水才能够完全扑灭 好来看到了谁稳坐台湾高薪排行榜呢 根据劳动部最新的调查 台湾2022年薪资排行榜 机师已年薪352.9万未免冠军 第二跟第三名是精算师跟医师 而同时他们去年的月薪 也比前一年增加大约10% 让不少人都很羡慕 因为三师出马高薪保证 专家分析是因为这类的工作专业度跟技术 含金量都比较高 所以薪资相对更有无 好只需要带你关心台中广三 搜狗百货公司爆出的掏空案 台中地检查出公司的日籍负责人 冤岛荣医为了在高铁台中站旁边建设高铁娱乐城 增资发行特别股 还先承诺投资的民众会在六个月内把股份买回 但是又事后反悔 由于赔偿总金额高达3.58亿元 因此他和公司的前总经理密谋将百货公司的收益 全部转移到新设立的公司 还将房产直接转移 涉嫌掏空将近19亿元 而这间广先搜狗百货位在台中市的西区 是在地老牌的百货公司 开了将近有30年 很多台中人都很爱逛 因为全台仅此一家没有连锁 周年庆的人潮也都是不间断 但是警方调查就发现 原道荣医是从2022年开始将百货内的行动支付 还有刷卡机逐步换成自己创立的第一重光公司的名义 接着还发现说周年庆登记在广三搜狗的刷卡机 金额只有159多万元 跟前两年收入相比大幅的减少 因为大批的金流几乎都流入第一重光 好 这真的是莫名其妙啊 怎么会有律师陪当事人做笔录 却被警方给赶走呢 游民律师在网络发文 说自己陪当事人到派出所来报案 但被警方质疑 为什么报案会需要律师被要求离开现场 而对此分局回应 本案正在积极地调查 如果远景有疏失会依规定乘处 在行贝林口呢 有一名骑士在晚上的时候 在朋友看夜景 但在路口停等红灯的时候 突然冲出一名男子 牵着单车朝机车车头冲撞 骑士傻眼报警 但远景到场改以交通事故来处理 漏掉要酒侧直接让人离开了 林口景分局回应 确实是远景的疏失将他计劣机处分 为了搭配万圣节集会 以及声援遭激压的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民众党今天下午封街举办活动 包含立委黄国昌 馆长陈志涵也都现身了 现场的状况赶快带你来看 好 镜头转到美国 总统大选即将要登场了 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 贺锦丽跟川普的支持率都是49% 选情很焦灼 因此两人都更积极地在关键摇摆周来造势 但川普日前接受广播节目专访的时候 再度提到台湾如果要美国保护 就应该支付保护费 好 来看到这离奇的画面 在新北淡水有一名女大生 把机车停在住处的大门口 但要出门的时候找不到车 她去调阅监视器 发现车被一名陌生男子 移到几十公尺外的超伤 而且她的后车轮还被上了大锁 让她非常的傻眼 最后花了五百块 请锁匠帮忙给锯断 目前警方已经掌握男子的身份 将请她倒案说明 好 新闻的最后 要带您关心地震消息 在稍早下午两点钟跟三点钟 都有发生多起的有感地震 镇央都在嘉义中浦 而规模最大有达到4.9 台南也有达到四级